嗨 各位好 我是中文老师 David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 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音标的进阶的运用学习逻辑循环 在这一堂上一堂课 我们学到了 AIR这个母母R 也就是我们讲的母母 然后加拿一个假信 这个半圆音 这个R 身边办R 来做一个组合的一个练习 那当然还是一样 它这个R是个proxeman 所以我们还是记得静音 所以我们记得它 两个原因加上一个静音词 第一个原因会做一个短 短母音 并且是破音形态 所以R我们念 AIR AIR 并且我们来把上特哥做一个复习 Chair Fair Fair Hair Pair Stair 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好 好 那么来看这一堂课 我们继续利用AIR AIR 这个组合 我来看下一个 在老师写的书籍中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组合是什么 好 来 我们来看 下一个系列 下一个我们看 下一个我们看到是AIS AZ AZ 好 来我们来看AIS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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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AI还是存在的话 我们找出我们的 扣我的扣到啊 扣到我们是s1 然后我们把它拿进来 拿进来再做这个练习 在第二个循环中 老师要讲 第二个循环中 我们会学到更多的一些逻辑概念 所以希望同学们 在听老师的课程时 可以注意一下 在AISE的时候 上一堂课我们教的是 short以及variant 短圆音并且破音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打掉 还是要记得老师再讲一个概念 我们通常在前方看到 如果我们前方指一个单元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它是圆辅 或是圆辅辅 圆辅辅辅 或者是圆辅一的一个组合 在我们前面一开始就看到圆圆音 并且是一 我们看到一 最后一个结尾是一 刚好前方有个s 那记得一件事情 不管是ce或se结尾 通常我们就念s 少数非常少数状态会念z 这非常少数要看它是哪个磁性 又不是动词的话会改变它的发音的一个形式 那一般来说常态 我们看到se或ce结尾的时候 我们就念s 所以你会假设不要去看这个se 因为前方的圆圆已经结合了 那记得这概念 在双圆的时候 我们先看双圆结合 我们就念 ai 我们就念 a a a 不要去管后面的e了 不是变成这个ise变圆辅一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先把ai做一个结合之后 我们念 ase 那在这边来做个练习啊 然后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看到这个Aise最后一个念是z 它不是念ase 它是念 a z 有没有注意到它是念z 就像老师刚刚讲一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它是se结尾 但是它是念z 为什么呢 我希望同学们先想个三秒 为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单词 praise raise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音哦 老师现在给你一个解答 因为 刚好这两个字是动词 所以这是老师一开始在讲 有的时候我们呢 在教这个发音的时候 有些同学们他们会有个很起 不太理解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需要说 最长时间去研究发音 你才会得到一个自然拼读 以及跟发音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学习概念 并不是看到se就一定念z 不一定啊 原来还要取决于它是哪个磁性 好 那我们今天找的第一个prse pr 然后我们先来把我们的手音 我们的on side 我们把pr拿出来on side 我们拿出prpr 我们的自然拼读中 我们就念propropro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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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我们拿的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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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所以同学们这一堂课有学到一个小技巧 se se结尾 所以cese ze 我们讲 常态来说cese就是念s 动词的时候有个念z 那ze结尾通常念z 这个概念哦 还有音试发音有时候他的ze结尾 跑到每次发音片se 这些都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 那在我们的简易课程中 这不能详解啊 又详解会讲法 发音学整个都讲出来了 啊那会拖的很长 好那再一遍啊 同学们还是跟我一样 最后一遍我们直接念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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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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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也是今天就到我们的今天课程啊 老师今天越多教一点啊 好概念好今天给大家的课程呢啊 给大家一个复习 也就是当我看到原原因时 即使我结尾看到e 如果像se 是一章结尾时 我还是先做前面的原原因做结合啊 form together结合啊 然后 不要去看后面那个e啊 那se我们就直念s或z 取决于它的词性 啊以上就是今天教学 也谢谢同学们收看 也希望同学们如果喜欢总统老师 devil老师在这边提供给你的自然拼读规则 以及国境音标的应用学习的话 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我的影片后方 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 如果要需要更详细的课程 也欢迎你加入我的学习群组在互加 同样道理啊 今天有学到什么有什么问题的同学们也欢迎你在我的影片留言板上留个页老师看到 会尽快的帮你做个详解解答 也会帮你有留言同学按个赞做个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上就今天的教学 也谢谢大家收看